牡羊 巨蟹 天秤 摩羯 我個人覺得 他們在體型方面 雖然這麼的放鬆 但是如果是為了工作需要 他們會很執著 因為這一組的人非常敬業 對 拜託來找我大眼瘦身 我們是健身房 我也是 那為何 我就會瘦 我們前三個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 我是百分之百 給我個機會 你們是不是覺得說 剛才你們坐在那裡 課的畫面沒有播出去 對啊 那個也是動作不一樣的效果 你們為什麼要忽略大尺碼呢 你們也可以大爺大翅膀 那我們也吃大翅膀就不會減肥 就會一直hold在那維持在那 這一組人其實他們 有很生活化的一面 喜歡就是譬如說 幸福肥的機率很高 因為舒服了 開心了 居家 可是這一組人 只要遇到是工作的事情 他們就會變得非常難搞 非常的有原則 然後也非常的自律 因為他們也會嚴格的律人 好 這一組開創新作 還有一點吃也滿固執的 吃 固執 吃 有嚴格要求 品質 水準 價位 什麼在哪裡 真的 所以不想要吃冷的 所以請你們慢慢的 提升自己好嗎 好 去吃貴一點的 可能就會吃少一點 好不好 不要吃吃到飽的 有道理 對 有道理 我花的最多的是吃的錢 乾脆 真的 就只吃貴的 然後不一定好吃 但是就吃貴的 你會發現他們沒有想念入洞的 他們沒有想念 對 要又貴又好吃 如果貴的東西不好吃 我就會很生氣 好 固定星座 金牛 獅子 天蠍 水瓶 好 鴨妹講 你是屬於這一款的 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一組人 個性應該有固執 也有隨和的一面 但是我們固執的地方 非常固執 我們對人的看法很固執 我們會很容易有成見 譬如說我已經討厭一個人了 你其實很難把他 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挽回 因為有時候都會聽別人講說 這個怎麼樣 可是雖然我不認識他 可是當我看到他我就 那一種的 有時候你對他印象已經不好了 別人說好話也沒有用 你對他印象很好 別人說壞話 要提醒你小心也沒有用 你就一定要不到黃河心不死 不見棺材不掉 所以我們這一組人 有時候對人有過度的執念 所以固定星座要參考一下 別人的意見 對人的部分 好 那至於變動星座的小禎 雙子 處女 射手雙魚 小禎跟亦凡 你們可是100分的 好不好 意志令可以很堅定 對耶 他們都在這一下 所以我們不要勸他們 真的好準 沒有什麼好勸的 因為他們在感情的部分 是非常固執的 在他們的世界裡 就算育人不熟 他也可以把這個不熟 繼續的好好的演下去 對 我們也是會想說要找藉口 對不對 我覺得變動星座 其實他們是非常聰明 然後應變能力非常強大的一群 但是他們的聰明 有時候如果服務錯地方 譬如說我們都看得見的事情 他怎麼會看不見呢 但是他就會催眠自己 沒有 不會 我可以搞定 我可以 這是我正在用方法的一部分 也許哪一天哪一年就怎麼了 他就會自我催眠 所以當他們把聰明 用在自我催眠的地方 或者是用在熱愛冒險的地方 譬如說 變動星座也是我認為最勇敢 在感情上最勇敢的一群 他們是可以失奔的 他們是可以不顧一切的 睜眼 戳瞎雙眼的 還不是只有睜一隻眼閉 戳瞎雙眼的 所以太勇敢的這一群人 在感情上反而我們會覺得你好固執 你在追求你要的境界 但那個境界一般的人不會懂 所以你們是一般人嗎 我們是 跟你們比起來 第二項的我們跟小禎 不一樣 我們有停損點 OK 固定星座在感情方面有停損點 我吃虧到什麼程度 總是會有一個度 那個度已經到了 我都面子掛不住了 或者是實在太難以 再繼續假裝下去 就不忍了 我們是有一個顆度 但是變動星座沒有底線 我覺得會有很多東西 有一個顆度 有一個顆度 來自我看 都會有些固定 也會有一個顆度 真的 有一個個 那種 我可以想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